IT全播报信息酷炫早知道 都说苹果表的竞争对手是那些传统钟表商 这波苹果近日就对瑞士名表厂商Swatch提出了诉讼 不过诉讼的主体与表无关 而是Swatch的广告语侵犯了苹果商标 当前Swatch在部分型号的手表上印上了Tick Different广告语 苹果认为Swatch是在模仿自己的Think Different广告语 Think Different是苹果在上世纪90年代宣传Mac时使用的广告语 据悉苹果若要打赢这场官司 就必须要证明至少50%的消费者 看到Think Different字样就能想到这是属于苹果的商标 对于苹果的指控 Swatch总裁感到非常无辜 称双方的广告宣传语出现雷同纯属巧合 不过有趣的是 这已经不是Swatch第一次和苹果发生摩擦了 Swatch在2015年还注册了Vamosin商标 众所周知Vamosin是乔布斯的一句名言 而Swatch则表示Vamosin完全是来自电影《神坦科伦波》 所以咯还是那句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苹果想要证明自己是对的 还是需要下功夫呀 不过在此之前 能否让Apple Watch再给力一点 当初声称要干掉瑞士所有表行 难道只能靠随屏上的功夫 逗逗嘴打打官司吗 此前传闻红迷pro2将于3月底发布 不过现在时间已经到4月中旬了 我们仍然不见红迷pro2发布 不过种种现象表明它真的要来了 目前红迷pro已经在小米官网下架 随后有网友在微博曝光了 红迷pro2在淘宝销售的截图 截图显示已经有淘宝商家开始预售红迷pro2 售价为1599到1799元 不过该商家并未透露过多的配置信息 此前传闻红迷pro2将搭载联发科 Helio P25处理器 依然支持双摄拍照 全金属机身设计 正面配以2.5D忽面玻璃 有4GB RAM加64GB ROM和6GB RAM加128GB ROM 两个版本可选 虽说配置上还算过得去 但这个定价算是怎样一回事 1599到1799这个价位有更多更好的选择吧 别的先不说 这个价位能买到自家的5S手机了吧 这不是自我伤害吗 久违的夏普手机终于要回来了 今日夏普将在台湾地区正式召开Z3手机发布会 这期Z3配有Helio F30处理器 2K屏幕和大光圈相机 此前有一款型号为FS8009的夏普新机 获得了台湾NCC和工信部认证 不过该机并未采用2K屏幕 而是配备5.5英寸1080P屏幕 同时还有一体式金属机身 320毫安电池 支持双卡双待全网通 这款FS8009新机 究竟是不是夏普Z3手机呢 还是说会和夏普Z3一同发布呢 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了 近日 30多架外型各异的小型飞机 集聚上海虹桥机场 他们都是来参加亚洲公务航空展会的机型 其中 本田旗下首款小型商务分析机 Honda Jack 显得十分惹眼 因为它采用了全新的上置引擎设计 这些上置引擎的设计 可以为乘客和机组人员腾出更大的空间 跟大多处小型公务机不同 乘客坐在里面不需要缩脚 其内部能够搭载7人 最大航程为1408英里 最高飞行高度为43000英尺 均为同级别最高 单机售价450万美元 这定价可有点尴尬呀 算了 有钱人的事件 我们不懂哦 好了 今天的IT全部报就到这 明天见吧